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话说 当年西州虽然灭亡了 但诸侯们依然存在 他们为了土地和钱财 不断地抢来抢去 国家变得越来越乱 百姓失去了家园 很多人为了活下去 只能去做小偷或强盗 这时候 鲁国有一个名叫孔秋的人 也就是我们都认识的孔子 他看到国家这个样子 十分的心痛 心想 我们的国家太糟糕了 我一定要改变它 把它变成一个充满爱心的地方 于是 孔秋发奋努力 成为了鲁国的大官 他关心百姓 打击不听话的贵族 把鲁国管理得非常棒 但是 那些贵族就不高兴了 他们觉得孔秋管的实在太多了 所以总是去找他的麻烦 还经常到国君面前说他的坏话 慢慢地 国君就不再相信孔秋 也不再按照他的方法去治理国家 甚至还想把他给赶走 鲁国的人都不喜欢自己了 孔秋非常委屈 可是也没有办法呀 不过 他曾经开过一个小学校 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了学生们 学生们都很支持他 有一天 孔秋对他的学生们说 我在鲁国待不下去了 但是 我希望把我的想法告诉更多的人 所以 我决定去别的国家找工作 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呀 老师 我跟你一起去 老师 我也去 于是 孔秋为了发扬自己的思想 在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一段旅程 人们把这一段旅程叫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可不像小朋友们的旅游那么简单 孔秋和他的学生们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国君 魏林公 魏林公见到孔秋之后 对他非常好 孔秋觉得 这个人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思想 和治国的方法 于是他高兴地告诉魏林公 你要学会关爱别人 讲文明 懂礼貌 不要总是和别人去打仗 这样才能管理好魏国 但是 魏林公并没有听孔秋的话 因为他心中在想 现在天下乱哄哄的 如果我只知道关心别人 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胆小鬼 很快就会来欺负我的 后来 孔秋发现 魏林公没有使用他的治国方法 却总是问他 该怎么打仗呀 孔秋很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魏林公 是一个不关心百姓 却喜欢战争的国君 所以 他离开了魏国 去了别的国家 然而 在去其他国家的路上 孔秋和他的学生们 又遇到一个麻烦 那就是强盗 喂 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 孔秋看到强盗们都凶巴巴的 只能把东西都给了他们 幸好他还有很多学生 其中有一些是大臣和贵族 在孔秋被抢劫之后 学生们就都凑钱 买马车和粮食 帮助他继续周游列国 很多年之后 孔秋和学生们 已经去了许多个国家 可是几乎没有人喜欢他的思想 孔秋没有放弃 这一次 他又来到了城国 向那里的人们讲述自己的想法 百姓很喜欢孔秋 但有些大臣却非常讨厌他 孔秋太聪明了 如果让他当了官 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利益 对啊 对啊 我们不能让他当官 这个时候 楚昭王想正用孔秋的消息传了出来 大臣们又害怕 孔秋帮楚国变强大 会回来欺负自己的国家 所以大臣们 假装送孔秋和学生们去楚国 但是却在半路上 把他们给围住 不允许他们离开 也不给他们东西吃 孔秋和学生们 差点被饿死在这里 幸亏 有个学生带来楚国的士兵 救走了他们 然而这一次的经历并没有打败孔秋 不久之后 他来到了这个强大的国家 楚国 楚昭王原本非常喜欢孔秋的思想 希望把七百里的土地 全都交给他来管理 孔秋以为 自己终于要实现理想了 他已经准备好 要让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没想到 这个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原来有个叫紫西的大臣 反对楚昭王的做法 他不相信孔秋会真的帮助楚国 于是他偷偷地告诉楚昭王 孔秋的学生们 比我们所有的大臣都厉害 如果他有了很多的土地和百姓 未来会变得非常强大 到时候一定会推翻楚国 自己做老大的呀 楚昭王想了想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 我还是不给他土地了 最终孔秋失落地离开了楚国 不久后他回到家乡 结束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的思想虽然没有被实行 却影响了许多人 孔秋的学生把老师的话记录了下来 写成了论语 人们通过这本书 明白了孔秋的思想有多么重要 后人把这种思想称为儒学 也把孔秋尊称为孔子 人们开始用儒学去教育后代 和治理国家 建造了一个又一个和平美好的时代 后来孔子的思想也影响了日本 韩国和越南等等国家 现在我们在欧洲和美国 也建立起了孔子学院 向他们传播孔子留下来的文化 听完孔秋周游列国的故事 小朋友们有没有对孔秋生活的年代 充满了好奇呢 下一期我们继续讲一讲 这个时候的故事 看一看两个强大的诸侯国 齐国和楚国是怎么交往 他们交往的过程中 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了